2-1 2-1 2-1 4-1 出了藍 白框呢 选手 选手 5 好 64公斤级的超级战 红方选手来自 唐山文旅二与光辉搏击的 金刚石韩丁祥 蓝方选手来自 郑州顺人搏击的吉志泽 两个人的二番战 在去年 吉志泽战胜的韩天翔 漂亮 目前看来 他们来竟然打二番战 两截 刚刚说完 韩天翔就以一个后手的摆拳 打到对方的下巴 这是要复仇的 上一次是这个吉志泽赢了是吧 对 天呐 今天晚上的比赛 我觉得不用解说了 韩老师 就只看就好了 天呐 节奏 节奏很快 太快了 这个 韩天翔进攻 真的是抱着复仇过来的 漂亮一个菲西 哇 漂亮 加油 加油 吉志泽 看看能不能控一控 控一控 打一打 防守反击 平勾也好 或者是迎击 高扫都好 但是吉志泽现在还没有恢复 你知道吧 对 漂亮 加油 而且韩天翔压得也比较紧固 对 你看 击负 我发现现在年轻运动员的这个 多点为击打的这个战术是非常非常熟悉了 像我们之前傻了吧唧的 打了半天都打头 就知道打头 那是那样的一个阶段 就经历了你们之后 现在的年轻人 就更上了一步 往上提升了一步 是这样 韩老师 哦 漂亮 我们看到现在吉志泽是否能够恢复过来 现在开始尝试反击了 韩天翔为什么叫金刚师 我们也看到他到底有多硬啊 韩天翔在2021年拿到了 ISK中国区63.5公斤级的金腰带 当时被誉为是魏锐的接班人 哦 那我倒是觉得啊 他跟魏锐比起来的话 完全是两种分隔 魏锐是场控型一拳手 对 所有散打 有过散打背景的运动员啊 他们的这个 时机 距离和节奏 都是非常非常强的 三打的这个击打模式 根据他的这个规则啊 我觉得唯一为人诟病的地方 可能就是中近距离的这个拼打能力 刚才我们看到吉志泽又一次被 韩天翔一个拳同倒 但并不是吉倒 对 韩天翔有一个二漂亮 没有 漂亮 我们看到韩天翔已经开始 再次尝试 韩天翔非常抱歉 韩天翔已经开始再次尝试 激头激肚子 激头激肚子 这个叫 盛动机器 哇 哇 哇 又是一拳 这个时候吉正泽其实是想要尝试 打乱对方的节奏 对不对 对 这个时候吉正泽的节奏 实际上要比韩天翔快 但是韩天翔就是一代劳 对 抓一抓迎击 漂亮 这第一回合就让我们看到目不转机 目不转机呢 我只是为这个吉正泽捏了一把汗 是 确实是挺危险的 挺过的第一回合 对 挺过第一回合 今天韩天翔上来攻势比较猛 也像阿良刚刚讲的 现在的这个年轻人 多点位击打 而且很全面我觉得 就无论说 可能就是现在处在一个 要求技术全面的一个过程当中 完了之后再去找一个自己的杀手锏 所以我真的就想到 我们那个时候就光知道打头 那现在我就发现 真的一个人 对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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好 第二回合的比赛 红方 韩天翔 蓝方 吉志泽 好 第二回合的比赛 红方 韩天翔 蓝方 吉志泽 对 尝试把点数追回来 在这个过程当中他会尝试主攻 嗯 那主攻记住 只要攻就会有入洞 所以我觉得这个时候 这一回合啊 很有可能韩天翔会再次抓住全法的赢机 是 这是我的一个预想 因为这个时候吉志泽必须要主攻 对 他们俩的这个场空能力都很强 你看到没有 但是这个时候吉志泽必须要向前冲 嗯 抛弃这种打赢打空的这种战术 是 这个时候你看韩天翔知道自己的分输战优势 那就一代劳嘛 对 那进来那我就打赢 打反 这个时候就要看一看吉志泽的这个防守能力 和这个动作的质量好不好 漂亮 刚才吉志泽竟然抓到这个韩天翔的一次前手平钩的迎击 推到推到推到 走走走 漂亮 你看韩天翔 你看韩老师 韩天翔每次打完之后他知道后仰 对 这个就是我们常讲的说 你们一定要记住就是打一个动作呀 这个动作是分成哪几个部分 我经常跟我的学生讲 嗯 一个动作可并不是说打的过程当中 一个动作分三部分 那就是打之前 打之中和打之后 嗯 大部分的运动员都把注意力放在打之中 对 他就知道打之中要发力 那么打之前你要干什么呢 是不是要虚晃一下 是 是不是要给对方的眼神虚晃 是不是要生动机器 是不是要跳个步伐 看一看对方是不是在等你迎击 那么打之中才是你的动作质量 打的过程当中 我们同样是 所说的这个一二三 前手平钩 谁掉手 谁被前手平钩打对 对 那么打之后怎么办 打完要移动 或者打完之后 待在原地打反击 所以一个动作一定要分三部分 嗯 好漂亮 极智泽已经开始返攻 好 不要打包 你看韩老师又出现你刚才说的 我觉得好像韩天翔也出现了一个问题 就是他的体能问题 对 对 一奔到第二回合的这个中后段 嗯 就是年轻人的 我觉得 几乎是一个通病 是 哦漂亮 刚才极智泽的一次 前手右低 后低扫再加上一个拳法的衔接 漂亮漂亮 没有 你看这就是搏击 我认为搏击是一个最诚实的一个搏击 对不对 你必须要通过自己的一拳一脚 打下自己的江山 是 刀口上填写 你看我们知道每一次 你看这两场比赛 如果这一次比赛再 极智泽再一次翻盘成功的话 我们就知道这个比赛是什么样的 对 就说你一定要把自己逼到 必须使用像韩老师刚才所说的 破口成舟 那也许才能够再翻盘 逆分盘翻盘才是草根逆袭的典范 没错 这也是一个运动员应该具备的一个素质 是 我觉得这个时候 大家就可以看到自由国际运动员是 怎么能够在刀口上填写 再继续在逆分翻盘的时候 是一个什么样的状态表现给大家 是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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因为这是年轻人 我们看到比赛 这个年轻人的比赛多了之后会发现 局间休息之后 下一回合开始 是他们满血复活的时候 是 而且是最开始的部分 对 刚才 大概精力二三十秒之后 就会慢慢往下降 现在开始两个人 你看 像韩老师说的现在开始平稳了 嗯 我始终觉得韩天祥的这个后仰的移动还是蛮好的 嗯 漂亮 漂亮 他们俩的拳法都蛮好的 是 既然是拼中进几率拳法 那就看谁的质量好 漂亮 漂亮 刚才吉志泽一个后手迎击 打到对方的下巴 左下巴 这个时候其实你看 谁要是 谁要是想到在出其不意的踢一个高扫 你基本上十五八九 是 这就是为什么我们常说 一个运动员一定要有一个什么 第三方的视角 嗯 就不能够太投入 你要尝试着让自己有时间或者有机会 或者有能力 跳出此时此刻的这个境地 对 我是不是要这么拼 我是不是要这么打 我这么打好不好 所以 我们很多年轻运动员都是跟着情绪打 对 刚才所说的情绪的比重越大 技术的比重越小 是 是 身陷局中的比较多 对 当局者迷 对 然后两 现在 个人认为韩天翔还是 在他这个后仰闪躲过程当中 占了很多优势 嗯 但吉志泽非常坚决 就是要跟你拼攻击 是 就是要跟你打拳 对 看到我们刚才吉志泽下巴已经被打到一次 但是这个韩天翔的动力量不是很高 好 吉志泽开始起腿了 对 实际上这种分隔方式 中间距离拼拳 特别是在第三回合 嗯 我们大家可以关注一下后面中日比赛 因为日本选手 很多时候在第三回合的时候 都是中间距离拼拳 他一定要给大家表现出一种什么感觉 就是我要 破釜沉舟 嗯 不管局势占优势与否 我都要跟你拼到底 走 好 比赛结束 谢谢 这样的打 确实挺消耗挺累的 是 就像刚刚阿良讲的 在第三回合 两个人集中在中间距离的这个拳法的对拼上 我觉得还是消耗挺大的 这就是为什么我说 所有的年轻运动员都应该记住 不要犯我们韩老师老师提醒你们的这个问题 不要出现体能问题 对 如果你的体能要求是十 达到一百 这样你就永远不用担心 嗯 我经常要求我的学生 我说你的防守 质量要高到什么程度 什么程度 好一定会能够完成职业比赛的要求 大家都是好 怎么办 你要达到变态 我经常问你 我说 防守的这个质量 要达到好的什么程度 我的队员就跟我说 好的变态 这个词用得好 好 我们来看这场比赛的结果 现在宣布比赛结果 三位裁判一致判定 二十八 比二十八 平局 加赛一局 准备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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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让藍方吉治泽的加赛局 刚宣布要加赛局的时候 我们看到籃 brag的边角 有点兴奋 我倒是不建议 因为我们看到这个 吉治泽的教练 在用巴掌删对方的这个 有能够 这个事实 一个是透露了什么信息呢 让它兴奋起来还是 对 让它兴奋起来 意思就是你不要再睡觉了 不要再梦 一定要抓紧 但是我不建议 因为这个时候 两个运动员的体能 这么多消耗很大的 对 这个时候你再接到他脸上打 很有可能会给他造成晕厥 这种都有可能的 他不是说在打比赛之前 因为我倒是不建议 有一个方法比较好 能让对方踢身 那就是抓住你对员的头发 抓一下 对 抓一抓头发 就即便是正常人 不打比赛 你抓一抓自己头发 也是会有踢身的效果 对 其实还会更放松 是 漂亮 刚才吉志泽一个后手直拳 打到了韩天翔的下巴 这个时候就是狭路翔很容易热身 是 这种局面如果 韩天翔还是以这种 且战且退的打法的话 其实不占优势的 漂亮 刚说完韩天翔就一个后手迎击 打了我的脸 毕嫂 好 韩天翔仍然是这个 且战且打 且退且打 好 充分体现游击战术的这个战略方程 对 且战且退 好 分开 吉志泽好像在跟这个场赛说他的老是裸爆 其实这个时候出现裸爆也是体能下降的一种表现 对 我不觉得如果是加赛局的话 韩天祥以这种且战且退的打法能够占优势 我不觉得这个能占优势 你觉得还是要发起猛攻 至少不应该且战且退 因为你们俩分数是一样了 重新归零了嘛 应该把前面都忘记 对 就是单独打一回合 对 这个时候吉志泽的 我觉得吉志泽的这个体能还是要凸显出优势了 还是体能问题 手都拿不起来了 韩天祥已经拿不起来手了 你看这个时候至少你看 潘老师说就说的重点了 你看至少吉志泽是可以把手拿起来的 对 仍然组织进攻 好 还有十秒 十秒 再来一波 哎呀 吉志泽 吉志泽说我已经赢了 是 耍起来了 你这种打法 你这种打法我肯定赢的 再一次 漂亮 а 好 这种打法我肯定赢了 一波 ano 你看到现在是什么 自己去评计 得杂了 多以后 好以后 好以后 那样 马卓 好以后 而是 竟然 这个最让两位年轻人期待 也是全场观众朋友们期待的一个时刻 第四局的比赛结果已经在我的手上 加赛局三位裁判一致判定 9比10蓝方胜 出发